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是主持人王瑞瑶 听众朋友 刚刚收听的这首歌是Lara梁欣怡所演唱的 可惜不爱了 我们今天有直播哦 我一直都在挥手哦 我们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蜜蜂工坊的黄青黄 也是我们蜂蜜界的 蜂蜜界的无尊 蜂蜜界哦 不是蜜蜂界 蜂蜜界的无尊 来跟大家挥手问好一下 哈喽 大家好 瑞瑞姐好 嘿 我们今天有开直播 听众朋友追上直播 透过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粉丝专页 或者是直接上中广流行网的FB 就可以追上我们今天的直播 我们今天其实开直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这个目的呢 不光是超级美食家 好物市集 还有蜜蜂工坊 年度一年一度的好蜜推荐 今天最重要的是 来来来 镜头拉近一点来 看哦 我今天是王瑞瑶同学哦 王瑞瑶同学今天要干嘛 王瑞瑶同学今天要跟黄青黄同学 一起平密哦 一起平密哦 听众朋友 现在你们其实可以透过直播 虽然是有一点那个方向相反 可是我要先给大家念一下 我现在虽然戴着口罩 我都可以闻到这个录音室里面的这个蜜香 有龙眼蜜 有巴西乳香蜜 有咸丰草蜜 有荔枝百花蜜 荔枝百花蜜就是这次我们给你们的赠品 捏捏蜂蜜里面装的荔枝百花蜜 还有一个是纯的荔枝蜜 另外一个就是台湾玉盒蜜 要跟大家说哈 台湾玉盒蜜 我们今年做的这个推荐 现在数量已经到底了 我刚刚来的时候就跟黄青黄说 来哟 我跟黄青黄说哈 那天呢 蜜蜂工坊给了我两瓶蜜 叫我回去试 可是呢 我要很老实讲 我都没有试到 因为呢 节目还没有结束 我的妈妈跟我的妹妹 在赖里面就说他要 好 因为只有两瓶 所以我就拿回去了 我今天来 我一看到黄青黄 我说我要买 就是这个 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台湾 台湾的这个玉盒保密 我说要买 黄青黄说瑞尔姐 他说我们今天 节目就直接就只有平密就好了 今天没有要再给大家再推广 要给大家再继续介绍了 因为数量已经被抢完了吗 见底了吗 其实今天早上就已经差不多没了 我听说有一个企业家很妙 那个企业家他的员工一定很幸福 听说这个企业家下了快一百组 对 真的还假的 真的真的 他下了快一百绝几 真的 因为他送礼非常适合 因为今天早上也有一个企业家赖我 赖我的时候就问我说 瑞尔姐 这次的这个玉盒保密好不好 我还在 我还在我的message回他 我说我今天中午要再吃了 你就再看 看你有没有那个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再下 那所以我要跟大家说 有可能你们今天 因为我们的这个推荐到今天晚上十二点 有可能你们的推 你们今天追上下的这个单子 可能没有办法赶到九月二十二号收获 因为我刚才在压榨他 我说难道没有了吗 难道没有了吗 其实我们一找 整个公司大家就在看 因为蜂蜜来讲的话 我们之前一直讲 玉盒保密它的稀有性 那我们厂内其实来讲的话 我们除了这次准备的包装成品之外 原料已经剩下一点点 那我们其实有计算过说 我们在紧急去制作这样子的包材 把最后那一点点 真的就没了 就把原料做成蜜给大家了 就是放在 就是我看到放在那个 有没有大桶里面 对对对大桶 他其实剩下两三桶而已 那我们会把它做出来 但是很有可能 搞不好我们等一下下播 你往上山也没了 对啊 因为即使我们现在公开跟大家说 你们现在下单 搞不好是九月二十二号以后 才会收到台湾玉盒保密 可是也有可能你下午下单 还是接近十二点下单 其实就已经告就零了 因为不能说你预定到了 你知道没有蜂蜜给你 这样子是不行的 可是就像我在跟黄青黄 我们其实今天 其实根本没有要细旧这些 我只是在问黄青黄说 我印象中蜜蜂工坊 一直都想要尝试做一些 别人没有的东西 就比如说玉盒包蜜 你说是你们创业五十年来 第一次 第一次做玉盒包蜜 可是我就在跟黄青黄讲 我说可是我之前收过你们两种 好独特的蜜 一个就是阿里山的蜂蜜 另外一个就是柑橘柳丁蜜蜜 我说这个我在市面上也没有看过 可是这个基本上是好做的蜜吗 其实应该讲所谓的好做的蜜 它的问题就来自于说 它的产量到底多不多 那产量多寡还牵涉到说 这个蜜的安全性 那跟采收进来之后 它的风味的稳定性 因为总不能说那边有个十棵柳丁树 我就可以 对我们就可以叫它柳丁蜜 它那个都要和整个产下来 我们整个风味品品都要通过 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就要来介绍一下说 到底怎么去做一个品蜜 这件事情 而且那天应该是讲说 我收到了这个阿里山的这个蜂蜜的时候 我也觉得还蛮好玩的 可是刚刚呢 黄青黄讲了一个很专业的东西 他说我拿到了 他说他送给我的这个蜜 这已经很多年前了 我都不知道之后 还有没有可能在市面上 看到这么独特的东西了 黄青黄说那是什么 最好的蜜哦 二期还是什么 你讲了一个我听不懂的东西 对因为其实蜂蜜来讲的话 它在细旧下去 我们刚刚讲说分蜜种 那蜜种分完之后我们分产区 产区再分完之后我们分棋树 采收有分棋树 采蜜是一期两期三期 普遍来讲我们可以到五期 就同一个区域的花种 如果状况不错的话 那这个期数就分了 黄青黄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先等一下哦 大家先等一下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哦 好因为我们要让黄青黄 把这件事讲完啦 因为老实讲我这次哦 说到青黄他们给我的 台湾玉和包蜜的时候 他们有特别讲 就是现在 你知道我们现在这里面 等一下要品的 一二三四五六 第六支的这一支 黄青黄那天就有跟我说 他说这个玉和包的花期是20天 对不对三周 三周可是你们只要十天 十天左右 呃就是基本上 不是前后全部都采完 对所有的蜜 大致上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不管他今天是三周 或者是有两周 还是一个月的花季 其实在采收的过程中 他会有份所谓的起数 这样子 那上次来讲的话 因为其实过去 整个台湾的呃 产蜜 其实跟他的蜜原植物 很大的关系 对 那过去的蜜原植物 其实还算是还不错 对 还蛮茂盛的 但其实这呃几十年下来啊 随着说我们呃一些建设啊 国道啊 山号这些 其实他都会慢慢慢慢的 蜜原植物越来越少 那包含说 在植物上的一些病虫害 也会让一些果农 他不愿意去摘种这样的植物 我问你 棋数就是七天吗 还是不一定 呃大概是七天 他的规定是 比如说五期 五期三十五嘛 对不对 对他大概 就超过一个月了嘛 正常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抓七天 五到七天为采收的一期 哦五到七天为一期 对 那所以等于是玉核包 就比如说玉核包的这个荔枝 开花花蟹很快是不是 呃他大概就只有二十天左右 对不对 所以其实就是 呃这个二十天是完整的 就是你没有被大自然的 他比如说下雨 台风 给影响的情况下 他可以有二十天 但是过去往往就是 好比说到第五天 第七天 可能一个什么因素 雨还是什么的 啊不然今天提早就结束 我可以细分那么多 可是我们刚才讲五期的是 阿里山吗 呃以正常的花蜜 正常的 好比说荔枝蜜 哦 你讲的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地方 不一定不一定 就是我们刚才其实啊 黄青黄在讲的时候 有一个顺序 对不对 嗯 就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蜂蜜的时候 我们其实讲到地域性 已经是排到第三了 对 对不对 排到第三位了嘛 但是地域性现在很难了啦 因为 所谓地域性是说 你这个区域必须要足够 到我们可以去指定说 诶我这个蜂蜜是限定 好比说阿里山产区 变一个产业啦 对 而且很特定 而且老实讲 在喝那个蜜也很有感觉 对 它才有意义啊 否则没有意义啊 对不对 好来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听众朋友可以透过 王润瑶的超级美食家的脸书 粉丝专页 还有中广流行网的FB 追上我们现在的直播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王润瑶现在的精神状况 我今天早上九点多 打了莫德纳了 我精神状况有正常吗 黄金黄你也打过 目前还可以 看起来很正常 没有乱讲话 没有乱讲话 而且也没有要灰灰 对不对 也没有头昏眼花 好啦 因为我今天呢 一来到这个节目现场的时候呢 就在跟蜜蜂工坊的 黄金黄聊天啦 我们这次集资给大家 推荐非常好的蜜 这支台湾玉合包蜜 也是蜜蜂工坊 创业超过50年来 半世纪以来 第一次做这么独特的蜜 可是老实讲啊 我刚才跟黄金黄讲 我说我之前我也试过 你们的阿里山蜂蜜啊 也试过你们的这个 你知道像柑橘类的这种啊 这种蜜啊 那所以黄金黄呢 进一步跟大家解释 你吃到的蜂蜜 其实学问很多 不是说在这个区域 你采的蜜 它就是这个蜜 它们其实前前后后 比如说像这支玉合包蜜 我知道玉合包开花的产期 是20天 可是你们只集中 对不对 收中间10天这样子 就像我们刚才在讨论 阿里山你刚才讲说有分五旗 对 这个是阿里山蜡的 应该还是龙岩吗 还是什么 不是 其实那边是以荔枝为主 这么高耶 对对没有 但其实所谓的阿里山蜡区 并不是说我们观光区的 那个阿里山 它其实是整个辐射 因为蜜蜂它是会飞的 基本上它可以飞 半径可以飞到三公里 不是我们去赏花的那里 当然没办法 因为其实基本上能够养蜂 能够木蜂的区域都是 没有什么人可以出没的地方 它可以飞飞飞啊 你不能飞啊 你如果已经开发的 太破坏这个环境 其实小蜜蜂它没办法在那边生存 是啊 因为我在跟黄金黄说 我说明年还有可能有台湾浴荷包吗 还是说我可以期待 有阿里山蜡区的蜂蜜吗 黄金黄刚才给我的理由是说 阿里山最近这几年 应该是讲说 这个人为的建设蛮多的啦 你其实没有办法预期 对不对 你要产到这种单一蜡区 我觉得应该蛮困难的 包含玉盒包也是一样 因为其实玉盒包 为什么我们 我们在中广这边推广了这么多年 这一次才带来 其实也不是这一次才带来 是因为我们现在 它从来没有做过 我们从来没有过 我们现在五十几年 第一年我们才认为说 今年玉盒包的产量 怎么蛮意外不错 那我们之前也聊过 可能是跟这个疫情 大家给生态一些传奇的机会 对所以它今年蛮意外的 然后加上今年 各方的条件全都到位了 那也没有所谓的台风 这样也都没有 所以导致 今年的玉盒包开得不错 有完整的花季 二十一天都可以去 采收到这样的蜂蜜 所以才会有 所以你说明年 我真的不敢说 可是我觉得把这个蜜种 不光是产区 不光是花 把它独立起来 感觉在吃这个蜂蜜的时候 好有 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完全不一样 如果大家可以像我们今天 用这样子的方式 如果你有买 你有订 还是说家里有其他的蜂蜜 大家其实可以试着 今天黄青黄用很专业的方式 来教大家评蜜 可是我要讲 它其实今天是符合 王若瑶要玩耍 今天其实是王若瑶同学 要玩耍的心 所以列出来了这六支蜜 可是正常正规 你们的所谓的专业评蜜 到底要怎么喝 其实我们的所有的蜜蜜 我们是每一桶 今天每一年的每一个蜂蜜 每一次采收下来的每一桶 我们都要做品尝 那当然除了我们之前一直聊过 我们在科学的方式 去做所谓的安全性之外 蜂蜜的把关跟评鉴也是很重要 那我们其实是根据说 好比说今天我们采收到一桶荔枝蜜 那我们就会把它拼拼 那拼拼包含它的颜色 蜂味 香气 然后跟直接挖这个蜜 吃原蜜的口感 以及包含它冲泡之后的色泽混浊度跟口感 我们会就这几大类 那我们自己团队里面 我们会有所谓的评鉴小组 那我们会去做品尝 那这个品尝我们只会有一支对照 这个对照就是说 我们会去对照说 前一年留下来的一个样品 那跟今年的落差 因为其实我们在 年度对照跟酒一样啦 其实它会做年度对照 就是说因为我们蜂蜜其实除了 大家一般消费者频密之外 它会入很多食品加工里面 做好比如说蜂蜜蛋糕 蜂蜜的饮料 那其实它在风味性上 尤其是饮料 它的一些些的些微差距 就会导致这支饮品的落差 所以其实我们在每一年度 就是其实这个是比较 for B2B的区块 我们必须保证说 这样子的蜂蜜的风味 落差是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样子 所以我们会做这样子的分类 好那我想知道黄金黄 你们家做蜜做那么久了 蜂蜜真的有落差吗 年度落差有吗 比较酸还是比较不甜 还是味道什么 是有吗 还是味勾 颜色跑掉 会这样吗 其实会 它从颜色风味来讲的话 都有很大的落差 因为其实每一年蜂蜜 在花朵里面采收下来的时候 包含说它的含水量 都会导致它的风味的差距 那其实前几年来讲的话 有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说台湾的气候不稳 那气候不稳包含说 采蜜的时候遇到降雨 所以其实我们在采到 从小蜜蜂从花朵里面采回来 采蜜回在蜂草里面的时候 那即使过了一期七天 我们采收下来 它的含水量很高 所以它的蜜其实是很稀的 不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么浓稠 那越稀的蜜 其实它会让它的风味越弱 它会越弱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每一年其实 它很不可控 所以我们必须想尽办法 去把它做为一个分类 一个range的一致性 一个范围里面的一致性 分级分类这样子 而且因为蜜蜂工坊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 好多年了 听众朋友 你们都已经快变成蜂蜜专家了 就比如说像早期的时候 你们还会问说 你们这个蜜 是不是为了蜜蜂 你知道吃糖水 还是说大家会问说 你这个蜜糖不纯 还有这个蜜不够营养 就大家会有一些 奇怪的问题跑出来 这个也是以前 在坊间里面 大家互相流传的东西 可是因为在超级美食家 一直跟大家强调 不管推荐你们吃什么 安全这件事永远要摆在第一 安全如果没有一 后面再加几个零都没有用 然后还有就是 我也是很老实跟黄青黄讲 因为很多人在讲 特殊的蜂蜜的时候 会给它赋予很多特殊的价值 所以我就直接聊到问黄青黄 我说你卖给我的浴和蜂蜜 有没有特别的营养 大家听听看 观念一定要正确 我们先讲说蜂蜜 它到底怎么来 它就是花朵会那样蜜 蜜蜂去采 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它不应该因为 它的品种或者是产区 国籍而有落差 这个比较高级 那个比较低级 其实蜂蜜的关键就是 纯度然后安全 好等一下我们要休息一下 近段广告再回到节目现场 好不好休息一下 就跟我们刚才在广告的时候 跟大家聊的一样 大家都认为土鸡蛋比较营养 出软蛋比较营养 好你知道就比如说 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商业术语了 或许你也相信 你知道蛋壳比较深的比较营养 那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到大家还认为 很多人还认为 红壳蛋就是土鸡蛋 我就说你们就是土蛋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蛋鸡有 有不一样的羽毛 白鱼鸡 红鱼鸡下的蛋 它的颜色本来就不一样 可是并不代表 它有颜色的蛋就是土鸡蛋 好不好 所以不要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土蛋 那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在下一阶段呢 除了直接进行平密之外 我觉得我们今天太严肃了 我们不是都已经都没火了吗 我在干嘛 因为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讲清楚 要让大家知道 就比如说大家会认为说 鱼盒包会不会很珍贵 好珍贵哦 鱼盒包是不是特别营养啊 你知道 然后甚至在我们上次 我们在讲说 在国外有 因为新冠的关系 因为咳嗽的关系 在国外有人 因为他自己治疗 他咳嗽他就含蜜 哇 我那天就发现 有人在跟我讲说 诶 玉盒包蜜可以自咳嗽 哇哩咧 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不是那天 黄青黄就有讲 他说那个 那个叫什么 穿背枇杷膏 的成分里面 有一半就是蜂蜜 一半以上 就是蜂蜜本身 你知道 他就有给你这种 症咳 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种类似的帮助 可是并不代表 他直接对应的是 新冠肺炎 好吗 其实很多人会把这种 因为其实蜂蜜对我们来说 不要乱讲话 好可怕哦 他就是一个一般的食品 那当然 当然他就是一个天然食品 那并且我们吃了之后 人体没有什么负担之外 还有一些营养价值 其实他就仅止于此 那我们再分类 就是说我们去品尝 这个蜜的风味 你喜欢哪一种 那跟你 你应该怎么吃这个蜂蜜 在三餐中 怎么去搭配运用 所以等一下下一阶段 黄青黄会把蜂蜜的营养 就比如说我们这次 不光是玉盒包蜜 因为这次我看到有一个 这个我其实第一次看 咸蜂蜜我其实吃过了 其他的有那种 就比如说草的蜜 我吃过不止一只咸蜂草蜜 然后呢 我们会让他把营养这件事 讲清楚了 然后讲完之后 我们就来给大家 轻松平密好吗 你看今天还给我准备了 面包哦 对 你知道还给我不一样的吃法 开心哦 好不好 然后呢 因为我们你看捏捏蜜 好多人好爱这次捏捏蜜 这次真的使用非常方便 就好方便 而且这个你知道 这个放在办公室里 我那天才听到有 我们家立文讲说 拿出这一瓶 别人不会跟你借 因为很小 你挤的时候别人不知道 我是王瑞瑶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我们提供一个中广的服务专线 0225005563 0225005563 超级美食家 王瑞瑶超级美食家 所推荐的这些东西都是现实 今年真的是限量 今年好限量哦 刚刚呢 我就在讲说 我还要追加 我自己都要买这个台湾的玉盒包蜜 就得到的消息是 现货已经见底了 现货已经见底了 所以听众朋友 如果你现在才追上我们这一档 超级美食家跟好物市集 还有密封工房的这一档 你们如果现在下定 有可能会到9月22号才会收获 因为刚刚不断的 你知道吗 跟黄金黄讲 还有多少 还有多少 你知道 但是剩不多 工厂里面大概还剩两桶三桶吧 对不对 然后最重要的是呢 很多人呢 今年喜欢我们所推荐的玉盒包蜜 是因为它的包装好美 我那次收到的时候 我说哇 你们这个真的太简 你知道 又简单又利落又漂亮 对 不要讲说送两瓶 这个送一瓶也好漂亮 对啊 好好看 单瓶就够了 对啊 单瓶也够了 好 我们在上一阶段呢 跟大家聊到有关于蜂蜜的营养 不要把它神化 也不要认为说 你今天买的 玉盒包蜜的营养成分 比其他的蜜都高 不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读 也不要认为说 吃一个东西 吃一种东西 你知道 它就可以自白病 天底下没有这种事 对 那所以呢 我们让黄金黄 你知道把这个蜂蜜的营养 再一次跟大家介绍 对 因为蜂蜜 它终究是食品啊 那大家讲说 吃蜂蜜到底在吃什么 蜂蜜当中 它属于低 它属于单糖类 这就是造就它跟一般的砂糖果糖 不一样的地方 那种属于双糖类 你人体吃下去 你还要消化 会产生一些脂肪跟负担啊 吞气这样子 那蜂蜜第一 它属于单糖类 那这个单糖类的蜂蜜 它又分成天然的果糖 跟天然的葡萄糖 那其他就是好比上一些 微酱元素 氨基酸 这一些成分等 那其实蜂蜜来讲的话 呃 我们要分的话 其实 应该这样讲 只要今天是纯的蜂蜜 是安全的蜂蜜 它都是非常棒的蜂蜜 它的呃成分弱差 老实讲不会弱差太大 那呃 要说的话 它有一个部分会有差距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天然果糖 跟天然葡萄糖当中的比例 那这个比例就会导致说 我们在讲说 所谓的蜂蜜结晶这件事情 因为蜂蜜结晶 它有两个因子 第一个就是因为 天然葡萄糖的含量高 第二就是温度低 那所以其实呃蜂蜜 当然它当中的天然葡萄糖 含量如果够高 越来越高是越好的 所以其实我们之前 一直在讲说 那个结晶蜜非常好啊 常常在过去在打电话 说爱你这个不肖商人 卖我这个都是砂糖 卖我都是砂糖 所以它就结晶了 其实那结晶蜜在国外 是非常非常营养 那其实结晶的蜂蜜来讲的话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从 呃色者或许也可以 大大呃 大致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比较浅一点的蜜啊 它其实它 它的结晶的那种 几率其实是比较高的 我们去年就给大家推荐的是 结晶的荔枝蜜啊 而且我觉得去年的 正义档的时候 很多听众朋友也忽然间恍然大悟说 啊原来结晶蜜不是坏掉了 原来结晶蜜并不是摻了砂糖了 就等于是大家就有正确的认识 对不对 对然后色淡的比较容易结晶 对然后因为其实代表说 其实这个蜂蜜来说的话 它当中的葡萄糖含量高 所以其实营养价值会比较高 那我们可以看到像龙眼 龙眼是因为过去 其实台湾很喜欢吃龙眼 很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全世界就是台湾喜欢吃龙眼 因为有人跟我讲过 全世界都没有人卖龙眼蜜 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假的啦 很多人认为台湾的蜜最独特的地方 就是因为龙眼蜜这个野香啊 很浓郁很浓郁 国外买的蜜没有香味 我有买过没有香味的蜂蜜在国外 对然后每一瓶都贵得要死 然后也都是你讲的那种 好像坏掉的假的都砂糖的结晶 砂砂然后酸酸的味道 对其实不是 所以黄金王国外有龙眼蜜吗 其实国外有 但是大部分的话像是在泰国市 其实是龙眼种植的最大众 那产量比台湾还大 那第二像是越南也有一点龙眼 对所以其实龙眼其实在国外也是有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种亚洲 南亚东南亚的部分这样子 好那清房我想要知道 像比如说这个蜂蜜 国外产的跟国内产的 台湾产的就一定好吗 我们每次都很爱国对不对 对我们当然一定是很爱国 没有错但是农产品这种东西 我们必须讲 它就是大自然的产物 它所谓的好不好 我们应该是说 因为大自然环境其实有很多 我们现在已经没办法去控制的部分 所以它的本质其实是好 但是可能今天因为它外在环境的因素 而影响到它 它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就是我们检验的重要 有可能是采收 有可能是检验 有可能是什么环节 对不对 跟管理有关吧 对那台湾其实 台湾蜂蜜老实说 以我们自己在采购这些 收购这些蜂蜜的讲的话 其实老实说台湾蜂蜜的控制是 要非常非常仔细 其实为什么 因为台湾小 台湾小来讲的话 变成说小蜜蜂 你今天在木蜂的地方 你可能方圆6到10公里的区域内 你很难去控制它的单一性 就是它的单纯性 那台湾可能你这个范围内 那边有什么 那边可能有人养猪 那边可能有人种水果 种蔬菜 那其实在这种大众物质 它其实会有很多你 政府你允许可用的一些农药 如果你有一些病虫害来讲的话 可是这些东西它对于蜜蜂来讲的话 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控制 而且其实老实讲 台湾本来就是属于这种 就跟别的国家比起来 本来就是地小 你知道它的这个土地面积 本来就比较小 它比较很难说 很大面积 你知道采收蜂蜜 其实是比较难这样子做了 所以我刚才讲说 管理这件事很重要 对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蜂蜜 尤其台湾 我们就是做到说 每一桶都抽养 每一桶都一眼的原因 一定是在这里 因为没办法 你真的没办法知道说 它这一桶搞不好是在台南 下一桶搞不好是在嘉义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 这么持续这么多年来 都跟蜜蜂工坊合作了 虽然蜜蜂工坊 也跟好多人合作 我等一下 我在这里 因为今天 已经都没有压力了 你知道吗 现在大家都已经 想得差不多了 对 让我们来吃吃看 这些风味的差异 对了 而且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黄青黄 我还没有问完 我觉得蜜蜂工坊很好玩 蜜蜂工坊 他们家 其实那个 所谓的这个行销 也好多样 我记得几年前 你们找到馆长 我那个时候 我又想说 嗯馆长 就我就说 你们的行销的方式 也跟别人不一样 好灵活 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蜂蜜 蜂蜜从我们这代接手以来 我觉得它就是 在家里好像 它明明很好 可是怎么没有人去重视它呢 老扣扣 它明明这么天然 这么单纯这样子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透过各种我们认为 有办法去推广的渠道 让大家 它的目的很单纯 就让大家吃到蜂蜜 而且我们吃到好的蜂蜜 不用再去追求说 啊我这个好像很厉害 我从日本买回来 这个多高级 的确有 我从纽西兰买回来 多高级 很多人这个样子 有 我家里就有纽西兰的蜜 我家里也有日本的蜜 然后甚至呢 送蜜给我的人说 很贵 对 非常贵 你知道 然后所以那个蜜 我都一直摆了 摆了好多年都不敢动 因为很贵 对 所以马上大家知道说 我们台湾的蜂蜜 台湾厂商也是很厉害的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呢 透过了黄青黄 来到我们超级美食家啦 一直在跟大家讲 这个蜂蜜的知识跟常识 至少 至少你应该学到了 就是蜂蜜要怎么喝 最好喝 就是要把它放进瓶子里 摇一摇 甩一甩 对 对不对 不要用汤匙拉啦 是不是 差很多 我就记得黄青黄 教我这招之后 我现在 我现在 因为夏天 我其实喝蛮多蜂蜜的 因为大家知道夏天 想要有一点热量 然后有一点 甜蜜 甜蜜 对不对 然后有一点冰凉 对 然后我都会弄一个瓶子 这样摔摔摔摔 一定要shake 一定要做shake 学课完了再喝 对 好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下一阶段来试蜜 对呀 我现在因为你上次讲 我每次喝蜂蜜 我都是拿一个空瓶 其实一定要 帅帅帅帅帅 我为什么刚刚讲说 我们在 我们自己实验室在平蜜 我们一定会分成原蜜 跟稀释后的学课的蜂蜜 因为味道会不一样 对 好奇怪 是因为打入空气吗 呃其实 你们有去 就比如说像这样子 会努力的把它搅匀啊 可是颜色真的不一样 对 蜂蜜当中 应该说它算是很浓稠的 一种一种物质 这样 所以很多其实它 呃香 呃蜂蜜里面 它那些香气的分类跟蜜类 你没有通过这种 呃撞击学课 它其实很难散发出来 你就会 撞击 对 你吃不再出它那个香气 对 所以你需要透过空气水 然后撞击 然后去把它散发出它那个风味 的确是 因为我我自己哦 拿一个空瓶子 因为我我现在在家里 我喝蜂蜜就弄了一个空瓶子了 因为黄青王他们家自己也有 你知道就是那个类似这种 听众朋友 就类似那种就可以了 对 因为就是蜜蜂的 然后因为你也不要泡一大壶起来喝了 不要泡一大壶冰起来喝 不要这样做 真的不要 都不要 因为它是新鲜的 就是它是 应该是 它是有新鲜度的东西 你放太久 它香气也会慢慢流失的 所以等于是你就用这样子 每次我要喝 一杯的分量 我自己在家都这样子 那我就倒一点蜜在里面 挖一点蜜在里面 然后水倒下去 就一直摇摇摇摇摇摇 然后你就发现它的香气 它的颜色 颜色有一种乳白吧 对 我要怎么讲 就是它也不是你这样嚼嚼嚼 可以嚼得出来的味道 我觉得味道这件事 就很很过瘾 就是大家要弄一个这个 你嚼只是可能从金黄色 变成淡金黄色 可是你雪克它就会变成一种 因为其实花粉 蜂蜜当中有一些像花粉 那是花粉造成的吗 它有一个奔放的 一个你知道 奔放出来的感觉 其实花粉跟它那些 淀粉梅活性 其实都会在里面 比如说你咬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泡沫 你搅拌其实不太会有泡沫 怎么样才能够喝到一个好的蜂蜜 好了我们现在要来平密了 王润瑶同学今天没有上课 等一下 等一下 今天要上课 我是王润瑶 您所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超级美食家 超级美食家与好物市集 还有蜜蜂工坊 一年一度的联合推荐 今天晚上12点结单 可是呢 要跟听众朋友报告的是呢 现货现在已经差不多见底了 因为呢有好多企业家跳出来 买我们这一次 你知道盯住了我们这一次 与蜜蜂工坊一起的 这个台湾浴河包米 然后呢 如果呢 你们现在才想要订 在这里要提示你们 你们现在要订就是预购了 因为他们自己 你知道留了几桶 想要自己喝的浴河包米 被我们挖出来 挖出来之后呢 因为要制作 因为那是原料 还有因为包材的关系 那所以呢 要到9月22日以后 差不多如果可以提早 当然会提早给你们 因为可以赶上送礼这个季节 不过我们压在9月22号 在这里先跟听众朋友说 抱歉 好了 现在是王二瑶的享乐时间了 因为现在我们今天要进行一种 品密课 对不对 来 黄清华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 你这样排顺序有意义 对不对 有有意义的 后来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来讲的话 我们从左到右开始来吃 我还以为 玉盒包会压到最下面 不是压走 你吃完就知道为什么了 吃西雷 我们可以先来吃一下 最左边的玉盒包蜂蜜 好 看它的风味怎么样 好 因为现在防疫期间 就要平密 我让人也要偷偷摸摸 因为我刚才讲说 我可以摘下口罩吗 没有 不行 我被禁止了 所以我要塞下去 就等于是从下面塞进去吃 所以黄清华你先示范 我要怎么品这个东西 好 基本上我们拿挖勺出来 我们挖了蜂蜜之后 旁边稍微沾一下 不然我怕下面会 第二道路都吃 然后我就直接就塞进嘴里吗 还是我塞进嘴里的时候 我要干嘛 你其实塞进去的时候 你就先在 舌头你就先压着那个蜂蜜 你先感受一下它的风味 然后慢慢慢慢的 再去吃一下 它整个口感跟香气 其实它会有分前中后段的一个味道 我在偷看黄清华挖大勺还是小勺 其实我不会挖太多 那你可以挖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我看它没有表面张力 我挖半勺而已 我有表面张力 好 我不要那么贪心 不能贪心 你可以感受一下 它入口之后的香 然后跟它那个甜感 然后跟最后吞下去之后 留在口腔中的味道 黄清华很会形容 黄清华说 你要先把这个蜜压在嘴巴里面 大家其实戴口罩 有看到我压命吗 你要让它稍微在你口腔 舌头上面再拓开一下 有点温度 对 然后你会知道说 这个蜜它吃下去之后 它其实是属于比较香甜的 但是它带有一种花香 但是它到最后 它的口味是很一致的 它不会说 有些蜜到最后它会变 好比说变得比较微酸 它其实不会 它就是很一致性 然后非常香 然后最后吞进去之后 你嘴巴里面充满的是果香 它很特殊 而且我在压命的这个过程里 它其实在你的口腔里面 你这样子用你的温度用你脱了一压 它其实味道就被弹出来了 对 好明显 它有一个味道很明显 然后你会整个口腔 整个口腔里哦 就是那个果香味很浓 但是它不会说 我们最后一支就知道 这样子吃蜂蜜好有趣哦 我从来没有吃蜂蜜 吃那么小勺的 对 因为我们很多支要吃 所以吃一点点去就够了 我通常吃蜂蜜都很粗鲁的 对 就比如说涂在面包上啊 怎样 最好我们可以再稍微喝个水一下 这样会比较标准 就等于是过一下 对 因为今天其实教大家怎么样品味 品味这两个字可以卖钱的哦 嗯 听众朋友 你要懂得品味 对不对 层次感就不一样了 对 然后我们现在来试一下 第二支 第二支的荔枝蜜 其实是大家 蛮常见 那也是我们去年的一个推荐的大家 给大家推荐一支荔枝蜜 可是问题是黄金黄 我又有疑问了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荔枝蜜 玉盒包蜜 玉盒包也是荔枝啊 不是吗 对 但是荔枝基本上它是属于 呃 大分法 它就属于荔枝 荔枝有很多品种啊 比如说黑夜荔枝啊 玉盒包啊 这都是不同的品种 那其实大部分在台湾 平常可以看到就是 呃 普遍没有分类的荔枝蜜 嗯 就是这一支 那我们可以吃吃看 其实它跟玉盒包蛮像 但是它就是在后段的时候 会有一个差别 它入口也是一个清香 它的清香 呃味道应该会比较强一点 但是它清香到最后 它马上就会转来一股微酸 嗯 这就是它跟玉盒包的品种的 一个差异的地方 在这里要讲哈 呃有微酸的蜜 也不是坏掉的蜜 哦不是哦 台湾人每次听到说 这个酸了 这个就坏掉了 就像很多人吃了酸种面包 就说 哎这胖已经生气了 臭酸啊 不是哦 其实不是 因为蜂蜜其实在 呃台湾的那个CNS法规里面 本来就有一项个检验的是酸度 嗯 它是正 它本来就带酸 而且刚刚讲说 黄金黄讲说 这第二支 我们试的这第二支 就是普遍的这个荔枝蜜 微酸其实也很浅 它其实 微酸是很浅 很浅一点点 然后它比较着重的是 那个花的清香味 是在 是在整支荔枝蜜的一个重点 而且老实讲 我现在品蜜品两个 一个乳荷包蜜 一个普通的这个 就是一般的这个荔枝蜜 对 哎我觉得这两支就有差异耶 其实蛮明显的 我觉得乳荷包蜜 讨厌 它那个表情就是一副热尔姐 你嘴巴怎么不灵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这个乳荷包蜜 很香耶 花的味道 好富裕 你知道就是很 很 要怎么讲 不是浓 很 很饱满 很饱满的感觉 很饱满的感觉 对 不是说很嗆 你知道很浓 没有 很饱满 因为这两个一支 留在嘴巴里的味道 就差蛮多的 对 对不对 所以说 过去大家可能就只吃过荔枝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 两支蜂蜜 待会再吃到第三支 也是属于荔枝 因为荔枝其实有花期 那在 头尾期的荔枝来讲的话 有一些荔枝 它会交错到一些白花 对 那我们可以吃吃看 我们第三支 所谓的荔枝白花蜜 好 我们要试第三支了 然后可是听众朋友 现在要告诉大家 这三支 其实都是荔枝蜜 那所以就这个外观的判别 看起来都好像茶 茶 我想荔枝好像茶水 对不对 你说颜色 颜色很像茶水 你看 人家还以为我在品茶 是不是 其实它们的颜色很接近 可是你看 颜色那么接近 风味竟然会如此的不同 我不能贪心 我不能有那个 其实下面 大概刮一下会比较 对 其实它一点点 那个味道就很明显了 你们觉得它吃下去很 又不一样了 嗯 我觉得荔枝可以用 前 前味 前中后 对 前中后你知道 做一个这样子的差异性 对 的一个判别哦 这支其实前味好猛哦 对 它前味冲的 呃 除了花香之外 它就有一股 比较有层次感的味道 对 而且这支或许大家一吃就说 哦 这就是台湾呢 对 有没有就这支就是非常非常呃有代表性 对 大家所认识的蜂蜜的风味 对 对不对 诶 可是这支酸吗 有 它尾韵会比荔枝再多一点点 哦 它其实是渐进式的 它其实是这样冲上来这样子哦 对 下来 没错没错没错 它就一开始就会冲上去 呵呵 荔枝是一开始就清香 然后稍微有点酸感 好我们先喝一口水 因为呢 我现在在看时间了 我们要进广告了 我们广告的时候休息一下 下一阶段跟大家继续来平靡哦 王若瑶同学跟黄金黄同学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诶 这支好明显哦 其实这一支蜂蜜 老实说 荔枝品种的蜂蜜 在这几年 大家也会蛮喜欢的 你知道玉盒包是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我要跟大家 玉盒包是有一个拉 一个高原哦 对 我一直都讲 我那天我试了这个玉盒包的这个蜂蜜水 我就有讲 我说为什么我总觉得这个玉盒包的这一支 然后让我有一种花粉感 还是蜂王浆感 我其实这样形容是不对的 因为我之前并没有吃 我只是觉得说它厚度 它有一个厚度 你看现在连续比这三支哦 真的不一样 玉盒包就是这样子上去 对不对 对 然后荔枝蜜呢 的下面 它的后面的后味并没有这样 对 它的后味是食品 对 对不对 这支很夸张 这支如果是那个大家玩股票的 心脏哦 吓死了 如果是玩股票 冲上去 冲上去 冲这样子 这样子玩 对不对 所以非常有趣 还有咸丰草蜜 你们家本来就有嘛 就比如说这些都是你们家的商品吗 呃 其实 它有一支咸丰草蜜 咸丰草 我们 颜色很深哦 对 我们其实前 这几支都是 但是等一下我们会吃到有巴西乳香 其实是 呃 我们接下来也是希望说 这几年有没有办法培养出 除了咸丰草 以后在台湾另外一个新的蜜种 这是台湾的吗 呃 台湾 台湾有 但是 我还以为巴西进口的 我刚才本来要问你 是巴西来的蜂蜜 它的树是巴西的 在一百年前 那时候台湾就引进过来 你应该在这里面安插一支泰国蜜 哦 我一直一直都想要跟大家讲 就比如说大家会认为 我们该有讲说 台湾台湾什么东西都最好 其实不一定 不尽然 这个要很平时的讲 那因为刚才讲说 其实在泰国 泰国他们的这个环境更大 你知道采蜜的这个产业 跟台湾其实又不太一样 然后因为呢 你们其实呢 在外面也会买到进口蜜 然后不要认为说 进口蜜都是小蜜 你知道烂东西 你知道 我因为买不起台湾蜜 所以我就买泰国蜜 不要这样讲 你知道 所以我其实希望 也是透过评评 大家知道 这其实是品尝不一样的环境里面 不一样的这个产业的味道了 而且我都觉得台湾蜜 你们真的吃到了台湾蜜吗 黄金黄告诉大家 台湾产的蜜 跟台湾的市场消费量 你知道 这个占比是多少 大概三比七 大家就知道 台湾就比如说 你吃到了台湾蜜 真正是台湾蜜吗 你知道吗 那你是不是可以 透过这个辨别辨识的方式 你知道知道 因为你本来就是吃 在吃这个蜜的营养 在吃这个蜜 给你的这种好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至少 你就应该要知道说 进口跟台湾的有什么不一样 价钱有什么不一样 风味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下次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里面安插泰国蜜 我是王任阳 您所收听的是 中广流行网 超级美食家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 蜜蜂工坊的黄青黄 我自己很高兴认识黄青黄 因为不是因为黄青黄 长得帅 很多人 很多粉丝都说 瑞小姐帅哥来了 瑞小姐今天好开心 不是的啦 是因为黄青黄 带给我们很多 有关于蜂蜜 蜜蜂 台湾产业的一些知识跟常识 然后还有就是检测 安全 层层的把关跟管理 我觉得大家因为认识了这个 因为超级美食家有一句slogan 大家都会讲嘛 对不对 什么叫做吃美食也要长知识 我们推荐给你们好的东西 并不是瞎推荐了 并不是说 这个业者对王任阳比较好 这个业者长得比较帅 你知道就可以来这里给大家推荐 没有这样子的 他要有一个告诉大家很多正确的知识跟常识 我们刚刚其实在给大家拼蜜 拼的是玉盒包 拼的是荔枝蜜 然后拼的是有一点点参道 参道除了荔枝之外的一些其他的蜜种 然后紧接着要给大家试的是咸丰草蜜 还有巴西乳香蜜跟龙眼蜜 我刚才看到巴西这两个字 我就跟黄青黄讲 我说你们从巴西进口蜂蜜 我知道你们家有从泰国进口蜂蜜 黄青黄说不是啦 那是台湾的 巴西只有蜂蜜 巴西只有蜂蜜 然后还有这些蜜 其实都是蜜蜂工坊你们家的这种 就是正常的商品 对不对 就咸丰草蜜你们家本来就有 对不对 好我们来试一个草的 草也会开花 我这样讲对不对 对其实国外的蜂蜜 很多都是属于草本类的蜂蜜 那这只咸丰草其实我们推广大概这两年的时间 嗯那有一个特殊族群很喜欢 瑞尔姐先吃吃看就知道了 好等我一下 咸丰草蜜会不会集中在东部啊 咸丰草蜜其实集中在西南部的海边 哦西南部的海边 诶 很特别的味道 诶味道很特别诶 它跟瑞尔姐如果吃过国外的草蜜 跟台湾应该不太一样 国外的草蜜 它有一个 不知道刚才怎么讲的味道 金属味吗 不好接受的味道 是金属味吗还是什么我不知道 就是臭臭的感觉 有一个什么 就臭臭的 那可是台湾的这个咸丰草 你去吃它 其实它的本身 它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酸感 那咸丰草来讲的话 这只蜜啊 这只蜜我们现在是单纯挖它来吃 但是如果咸丰草蜜 你把它冲泡开来 我刚刚说有一个族群很喜欢 就是比较偏男性的族群 因为它的甜度比较低 它的甜感比较低 诶 男生喜欢蜂蜜吗 男生会觉得蜂蜜很娘吗 不会吧 不会不会 但是普遍男生会觉得太甜 男生不太喜欢吃甜 对 所以它过去台湾都只推熔岩来讲的话 会比较少人吃 但是其实这个咸丰草在男性族群大家都蛮喜欢 诶 大家可以认识咸丰草的花的味道诶 平常都看到在路边 对对 大家其实可以试一下 而且它这个很独特 不是你认为好像是那种什么 什么野花野草那种 不是哦 很奇怪的味道 没有它一点都不奇怪 而且咸丰草对台湾的蜜蜂帮助很大 怎么说 因为它的花季基本上是在秋天 嗯 那所以其实在这个时候 台湾的主力的花种荔枝啊 这些龙眼 其实是在春天左右的时间 三四月到五月 但是其实入秋之后很多 小蜜蜂还是要生存啊 但是它还是需要蜜源植物 所以其实咸丰草它 呃其实就是草根性很强 嗯 繁殖力很强 那小蜜蜂其实在秋冬的时候 还可以吃到花 它还可以吃到它的花 所以其实咸丰草对台湾的蜜蜂帮助很大 哦 只是过去大家就把它归类为啊 就是叫百花 对对对那种野花这样子 但其实咸丰草其实是 我们觉得它很有 呃很有它的价值在啊 而且它冲泡开来酸酸的 其实它酸感就有点像蜂蜜某 嗯 那种那种感觉 是好的 是那种宜人的感觉 对对对 还有刚刚那个青黄在讲 这个咸丰草蜜哦 它现在在教我品蜜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很专业 嘴巴里其实这个后味 大家不要品完之后就很快去 你知道去漱口 其实没有 这后味其实的确带一点酸 对 比刚刚前面这三只都要明显 都要再明显 都要再明显 可是所谓的酸 我们要跟大家说 并不是很明显的那种酸掉的味道 不是 它就是它那个酸感比较强 那甜度 甜感比较低 所以会比较 它层次感会更丰富 就是甜 然后酸 甜酸 搞不好很多人会认为蜜好腻哦 我知道有一些人不敢喝蜂蜜 觉得蜜好 那个味道你知道太强烈了 倒是不妨可以试试看咸丰草 对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试一下 很少人听过新的谜 巴西乳香 先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植物好不好 其实巴西乳香植物 其实它在正确的名称上 也叫做巴西胡椒木 那是因为它的结果 它的果其实很像胡椒 所以我们 其实在巴西 它就叫做巴西胡椒 树 这样子 那我们中文就把它直接中译 但是因为 其实它跟胡椒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反而为什么会叫乳香 其实是因为其实这个树来讲的话 它本身都会散发出很浓烈的香气 尤其在它的汁液的部分 所以大家后来给它一个漂亮一点的名字 叫做巴西乳香 可是这个在台湾多吗 不多 巴西乳香蜜 而且这个植物听黄青黄讲 很早很早以前就来我们台湾 对啊 大概已经有一百年了 那它的花期也一样是在九月左右的时候 那其实它很可爱 它有一个另外的名称叫做圣诞 圣诞果 圣诞果 类似圣诞果 但是不是那个大颗色 它是小颗的那一种 那因为它的花季大概在九月 那结果大概在十二月圣诞节的时候 啊很红啊 所以大家喜欢拿来叫做圣诞节的装饰品 哦有啊 现场有 现场的这个 蜜蜂工坊的工作人员有秀出这圣诞果 那它的味道 你觉得很特别 它的味道就是很温和 很温和的 很温柔啦 对 它是很温和的一个味道这样子 那你如果要再细讲的话 其实它最后留在口中 有一点点非常非常淡的淡苦味 很淡的淡苦味 你喝得出苦味 我都没有感觉 我只觉得它好温柔 这只叫做巴西乳香 它很温柔 它就是柔柔的那种感觉 其实是好吃的 那这种蜂蜜 其实过去跟咸蜂草一样 大家都啊 才一餐叫做百花蜜 但其实这个 我觉得它很有特色啊 一样的百花 咸蜂草的巴西乳香 就完全不一样 就可以把它独立出来 对 而且它也是就是 因为它的花季的关系 那我觉得就是 站在一个产业立场 秋冬季的植物 蜜植物越多 对整个环境生态是很好的 其实刚才听到 这个黄金黄在讲蜜蜂 蜜蜂在秋冬的时候 都没有东西吃 大家其实心里 有没有觉得 它有一点温柔 好温柔 帅哥的温柔 就在讲 我自己也在想啊 就比如说 大家其实都会看到 具体的花 对不对 具体的花 蜜蜂去采蜜很正常啊 可是有一些 其实是不具体 可是呢 它还在开的花 你其实这些东西 你就觉得 好像没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可是像这么小的东西 都还可以变成 我们现在吃的这个蜂蜜 有没有很感人 有没有很感动 好 接下来是 最后一只的龙眼 龙眼的颜色 最深 对它最深 然后应该是大家 最熟悉的味道 那我把它摆最后一只 Raj先吃下去就知道了 嗯 你是怕它把所有的味道 都压过对不对 它非常的强烈 嗯 就是我们大家喜欢 那种龙眼的味道 对 甜 然后很浓 很强 那这样子的蜜来讲的话 其实它做饮品 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它够重 还有龙眼蜜也是 大家每次都在问 很多人都在问说 瑞小姐 这个玉盒包蜜 这个荔枝蜜 你吃了这个 它的蜜之后 你会不会想到 我吃过荔枝的感觉 不会 不会 可是龙眼蜜会 它的那个味道很强 因为它太强了 那可是这个龙眼蜜 我们也必须讲 它的风味 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其实真的是很好 好奔放 对 那我也必须讲 就是瑞小姐刚问我的一个问题 这一支是泰国龙眼 这一支是泰国龙眼 真的还假的 它就是 所以你埋了一支 泰国龙眼在这边 其实它是很好的味道 它是很好的味道 我很吃惊 它其实这支的 这个品质很好 好了听众朋友 我们的时间到了 我们再次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公开一个服务专线 0225005563 0225005563 追上我们的推荐 今天最后一天 拜拜 这支是泰国的 是泰国龙眼 它品质真的很好 等我一下 我问你 如果是盲测的话 大家可以测出 是台湾或者是泰国吗 有 它可以从一个地方 闻得出来 台湾跟泰国龙眼 差在它的香气的 出来的顺序 台湾的出来 台湾龙眼会在前头 就出来一个味道 泰国龙眼是比较中后段 所以它是在那个 龙眼香气的 出来的层次感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这支很龙眼 它就很龙眼 因为泰国的单一龙眼的品质很好 可是问题是泰国龙眼会不会因为产量很大 所以它的价格跟竞争力都比台湾好 这是肯定的 因为龙眼其实它 泰国龙眼是国际主力的一只蜂蜜 好 你准备的面包摆在这里 看起来很可怜 我们面包要沾什么东西呢 我们沾一个就好了 我们就沾这一次的浴和包 好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吃蜂蜜的方法 其实国外吃蜂蜜很多都跟吐司面包 非常非常多 是因为台湾大家都喜欢用泡的 因为你知道吗 它这个吐司面包最单纯嘛 它就可以最沉迷的味道啊 对不对 它要的就是一个风味感 这个是很重要的 它就是配什么就是什么 我们这样子 你知道节目都做了这么认真 结果没有蜂蜜卖给你们 这个玩意也要吃的好爽 很好吃就对 你沾很多就很香了 而且因为这个吐司面包 是一个海绵 它是一个海绵体 所以它这样稀稀的饱饱的 还有因为浴和包蜜没有那么甜 对 所以这样吃非常好吃 对 你如果沾龙眼可能就没办法 我们可不可以沾一下龙眼 可以啊可以啊 你试一下龙眼 让自己腻一下这样 看哦 好我一样哦 我沾这样子哦 哦 这个就很甜 那甜度拉很高 很高 而且很强 味道很强 所以其实龙眼如果我们今天说沾 泡水 沾吐司都没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它是露菜 它会抢个另外一个东西的风味 对 因为它太强了 而且浴和包的这个层次感真的好重 刚刚其实透过这个吐司去沾的时候 它们互相互相交出来的这个味道很多 可是这个龙眼蜜就是甜跟香 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是龙眼蜜 就是龙眼蜜 对 好了我们今天要结束直播了 听众朋友你们有追上我们这一档吗 他们这次要做台湾浴和包的时候 本来还紧张兮兮 因为呢 为什么我觉得紧张兮兮 因为呢 蜜蜂工坊跟我们合作了好多年了 然后呢 今年呢 它因为做了这个浴和包的这个组合之后 老实讲价格往上提了 我那时候都紧张了 我说哎 这个时候你知道 你出这个浴和包密 当然是很独特 可是很害怕 很担心 听众朋友会觉得 我们怎么搞的 你知道 在这个节骨也 在新冠的这个节骨也 可是老实讲呢 这样子的决定是因为好东西要给你们分享了 而且呢 一直都在强调 要对自己要好一点好不好 我今天就去打疫苗了 我今天晚上就准备要吃 我们家的和牛 哈哈哈 因为我打疫苗了 我很弱啊 对不对 需要需要 需要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我浴和包密了 两瓶都被我 被我妈妈跟我妹妹扫走 所以我等一下 我就要在这里喝浴和包密 我要自己好一点 好不好 好啦 谢谢大家哦 谢谢黄金黄同学 谢谢 拜拜 结束直播咯 赶快追上哦 追上我们的推荐哦 拜拜 拜拜